大家好,今天我们编一下这个款式的提手 编这个类型的提手需要准备两个尺寸的袋子 分为主绳和绕线 主绳的长度呢就是比提手长3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绕线的长度呢大概是主绳的两倍左右 颜色的话大家根据包包的情况自由搭配 接着是根素 主绳的根素呢看包的大小 包包比较大你就多剪几片 这样可以增加牢固性和厚度 如果包包比较小呢两片就够了 绕线呢都是两片 准备好后开始编织 首先把主绳跌在一起捏好 然后两根绕线 一根放在主绳上面 一根放在主绳下面 这样子放好 主绳头子留出15厘米左右 这个绕线头子也留出15厘米左右 这样摆好之后拿一颗夹子把它固定住 接着开始编织看一下这个绕线 一片再上一片再下 在上的开始从下面绕一圈 绕一圈后这样回来 然后是下面这一根下面这一根这样子绕一圈 然后回到这个地方 后面就是在上面的这一片 总是这样绕一圈 绕了之后又变成下面 就是在这里的下面 这样子 后面的步骤呢就是重复的 看这两根绕绕啊 一根再上一根再下 总是在上的这一片 从下面绕一圈 绕一圈然后 到这里的时候 就变成它在下了 变成在下后 你看 就是这根再上了 这根又从下面绕一圈 过来 过来的时候 放在它的下面 然后又塌在上了 又从下面绕一圈 回来又放在它的下面 后面的步骤就是这样 一直重复 编到想要长度 停下来即可 编到想要位置 停下来就可以 注意头子留出15厘米左右 两个头子呢 给它都是这样的造型 这一边把夹子拿掉 这样掀开一片 就一模一样了啊 再把夹子固定上去 好 这个提手就完成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接着我们把它 安装在包包上 拿出编好的包包 找到想要装的位置 我想要放在这里 选好了 就把这个主线 正正的对着这里 从这里穿下去 从外或者从里 安装都可以 我这里呢 是从里 从外从里 都是一样的安装方法 然后这一片 这样刮一下 从这里穿下去 这一片 这样刮一下 从这里穿下去 三片都穿好后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 这里 打个孔 装一个锚钉 给它固定住 然后 这三条呢 直直的穿下去 把头子藏起来 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 不装锚钉 不装锚钉呢 这个就继续拐的穿 继续拐的话 这一片 就可以这样拐一下 从它旁边这里 这样穿下去 然后这一片 就可以这样 从它旁边 穿下去 就是这个思路啊 接下来呢 你可以往这边 这样拐一下 一直往这边穿 这个也是 这样拐 然后一直往这边穿 就是不断的拐 不断的穿 这样来增加它的狼固性 这两片呢 又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直的穿下去 另外一种呢 是这两片 再穿一个 穿一个之后呢 分开 一根从这边拐 拐了往这里穿 一根从这边拐 然后从这里穿 就是这样的思路啊 这样拐着拐着 把它穿完 头子藏起来 这种方法呢 就是不装锚钉 也非常牢固了 这个里面不好弄 后面的大家自己去玩船 两边是一模一样的 安装方法 装好之后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录制视频 不一觉得内容有用的话 多点个赞 或者关注一下 做同款的 可以在评论区交作业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